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欺人欺語, 日視聚聞 何姐今天又說日視 有關紅旋的日視 做小孩, 把年紀抓到的長年 我們以前綠鄉去演出的時候 接著去演出,我們還沒出過紅旋 說到香港演出,你們超級深的 周圍有河,那時水很漂亮 一去到天意,馬上取一條衣服 那一條牛頭褲,那時沒那麼多泳褲 那一條牛頭褲,我記得 在東洋江石龍也是的 一種聲音就跑到內水游泳 但是這樣,到上幾十年就不行 以前紅旋的時候 是規定的,船到那裡,第一晚 鄉下,到了第一晚 全部小朋友的年輕人不准下河游泳 為何這麼專制,這麼容易下游泳也不行 不行,千萬不要下游泳 你一下游泳,第一晚 那晚如果演出,做到各大福上 有誰的棍斗掉下來 有誰弄傷手腳 全部由你負責,誰拿游泳是誰負責 如果整堂戴頭,誰的誰負責 醫藥費,全都是你負責 主會,貼物資料,你負責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規例呢 因為這樣,原來表面說 然後喜斌就說,你不要驚動河神 你不要驚動水的河神 今晚我們就下大風上 你才弄得烏鴉鬼陣上去 出現事,即是對神明不尊敬 其實不是的 其實在這個故事的背後 有科學的道理 因為今晚就下大風上 肯定那些關頭是要靚的 那些主要收貨,還好東西 游泳肯定會消耗體力 那時候我們做小孩也是 游完水回來練功,被師傅罵 整身軟奶奶都沒力氣 當然是跑去偷游泳 游完水浪費了體力 回來就沒力氣練功 腰軟腳軟手軟,整個都沒用 原來會這樣,游完水是身重 身重的話,如果打關頭 如果拌了下來,出現問題 糟了,誰是甚麼票 其實這個道理很科學 所以就說明第一晚 紅船到不准游泳 這個紅船的規例 過了一晚,不用做武器 不管你,你小孩去玩吧 在船上游泳吧 這個就不用管了 其實是一個故事 在一個神話故事後面 包含自然的科學道理 所以不要說傳統全部都不好 粵劇傳統,戲與戲人 何姐今天說傳統,先說到這裡 下期再見 我要開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